在周二刚结束的选举中 共和党人杨金当选弗吉尼亚州长 前州长民主党人麦考利夫意外败北 另外 此前被认为没有悬念的新泽西州长角逐中 两党的候选人差距甚微 难分胜负 分析认为 这一次的选举既可能成为明年中期选举的风向标 又可以被视为对拜登总统将近一年来施政情况的民意公投 另外 在自由派的堡垒波士顿 台湾移民第二代吴敏赢得选举 成为当地的第一位女性和亚裔市长 有关本次选举的政治意义和影响 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德州山姆休士顿州立大学 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教授 和目前正在竞选佛罗里达州议员的共和党籍参选人赵宇空先生 一起来讨论 欢迎两位 谢谢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两位好 那首先呢 我是想请问翁教授 您对于弗吉尼亚州的这一次的选举结果 有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年前 在这个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决中呢 拜登是在弗吉尼亚州 以十个百分点的优势取胜 那么这一次呢 杨金是赢下了两个百分点 您认为杨金的取胜的因素都有哪些 是 这次确实 如果从选前的民调来看 确实有一点点让人跌破眼镜 不过以整个美国政局的大环境来说呢 拜登总统带领的民主党 现在声势正在往下走的部分 确实也反映出某种程度上 民众对于民主党有更高的期待 或者是说有一点失望 而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呢 尤其在维吉尼亚州 民主党的候选人有点太过依赖 过去的这个传统的战法 也就是一年之前 民主党胜选的原因 胜选的模式 所谓的反川普以及疫情的这个成就 事实上一年过去了 因为我们知道反川普的动力 正在逐渐的消失 再加上疫情已经没有这么大的疑虑 所有的民众呢 大概就回归了政策上面的辩论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点 尤其是拜登总统带领的民主党的团队 现在看起来在外交内政上面 各自都出现了一点点 让人担心的部分 这也导致了共和党有更大的失利空间 杨金之所以获胜 他一方面呢 是凝聚了川普的支持者 虽然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凝聚了川普的支持者 可是他同时又主打 所谓的民主党的政府 并没有给维基尼亚州 或者是并没有给大家 社会带来更多的贡献 所以基本上他打的政策牌 打的反民主党 民主党表现不好的这个牌 非常的奏效 再加上成功的催票 如果我们看投票率 这一次很显然的 维基尼亚州的投票率 要远比2017年的时候来的高很多 以两人的得票来说 双方都超过150万票 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与上次来相比的话 上次是140万对110几万 这一次是160几对150几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投票率被冲高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保守选民 很多维基尼亚州的共和党选民 大概在去年输了之后 这一次有点出一口怨气的感觉 这是为什么杨津 这次好像有点跌破眼镜 可是大环境来说 确实有机可循 赵宇空先生 我想听一听您的观点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次的结果可能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也是因为弗吉尼亚州 它其实是从一个紫色的州 正在往蓝色转变的这么一个州 那么这一次杨津能获胜 您认为这和选民对于拜登总统 这个入主白宫之后表现并不是很满意 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关系极大 因为拜登总统在他竞选的时候 他承诺他是个中间派 但是其实他所做的东西 都是采纳了极左的东西 比如说在全国他搞critical race theory 就是种族理论教育 搞种族斗争 然后四处纵容犯罪 很多极左民主党要削减警察的经费 而且开放边界 现在已经有170万非法移民拥入了 而且还声称最近说 拜登政府要给每位非法移民 如果他们的孩子被分离了 要45万美金的这样的补偿 大家知道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就是前线的战死的历史 全个家庭才得到40万的补偿 就是这样的非常之 就是说这样的极左的政策 而且大撒纳数人的钱 所以在这个大的环境下 就是说现在就是犹如副总统贺锦丽所提的 这是一个风向标 这意味着整个就是说明年中期选举的走向 肯定一个大红的滥潮将来临 民主党呢就是说将会失去很大程度 有可能失去参众两页 而且来说他们走的 我想就是补充就是说翁教授的一句话 他们不只是一点让人失望 而且是极大程度的让人失望 现在流传的就是Let's go Brandon等等 就是说护身 这不只是一个就是说对政治人物的一个取消 而是反映了全国民众的获胜 那赵宇空先生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个杨金的获胜和他自己本人的一个策略 有多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看到尤其是他对于这个前总统特朗普的一个态度 他似乎是在选前一直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这样一个姿态 他没有抨击过特朗普 但是他呢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 但是他自己也没有邀请过特朗普来为他站台 那有分析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姿态呢 使他既获得了支持特朗普的这个基本盘的这个选票 又争取到了那些可能并不是很赞同特朗普的一些中间派的支持 最终让他能够以一个可以说是黑马的身份 来赢得了弗吉尼亚州的选战 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 我非常赞同您刚才所提的这个观点 因为他呢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非常广泛的联盟 就是说特朗普总统的就是坚定的支持者 一直到很多中间选民 像昨天那个我看到踊跃发言的 有我们中国来的移民 有印度的移民 很多中间派包括印度原来偏左的移民 而且这一次的话 有55%的西班牙裔的这个选民都投了 就是说阳京的选票 这对共和党人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而且在民主党有60多万人 就是说超出晚餐的投票的情况下 他依然有两个百分点影响 所以他的整个策略 就是说其实民主党是生活在过去 一直要把那个杨金跟那个特朗普联系在一起 他失去了就是说老百姓的关注点 老百姓关注的是教育 关注的是经济 关注的是他们的未来 他们的 而且就是目前来说这个有供应链的问题 物价上涨的问题 那么多问题 民主党不去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杨金抓住这些问题 我觉得他的策略非常之好 而且他跟那个特朗普 他不拒绝特朗普的 就是说他不去攻击特朗普总统 但是他也就是说会邀请他来 他凭他自己一己之力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在 就是说在弗吉尼亚这个州 是个非常好的 就是非常之怎么说 非常之就是说成功的一个竞选策略 那您认为这个竞选策略 有没有可能被共和党人沿用到明年的中期选举 我觉得完全可能 尤其是在那些紫色的 或者就是稍微浅蓝那些州 但在深红的州的话 那就不一定需要这个策略 在很多深红的州的话 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是 就是非常之强大 但是呢就是说在那些浅 就是紫色的或者浅蓝的选区的话 这个策略就会非常管用 好的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翁吕中教授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听了赵宇空先生的分析以后 我们看到不管是从这个结果 还是到现在的拜登总统的民意调查 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党人现在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这个明年中期选举就要来了 那么您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一年里到中期选举之前 像拜登总统 包括像佩洛西 像舒默这些民主党的领袖 他们能够做一些什么来挽回这些在过去年中下滑的民意 其实就像刚刚赵先生所强调的 现在民主党最大的问题是要让民众有感 拜登总统上任之后 他一心的想要把他的长处发挥出来 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在做参议员的时候 他一直强调他在外交国防上面有很大的这个优势 他很熟悉这些议题 可是其实民众最关注的议题 往往都是生活周遭的 譬如说税制的改变 或者是有没有征税 然后人民的这个一般的生活的福利 但是外交国防或者是所谓的绿能环保 虽然看起来听起来是很理想的 也是拜登的强项 问题是这些议题对于一般的人民来说 可能稍微的有所距离 所以民主党现在要做到的事情 可能要赶快的回防所谓的国内的内政问题 我们知道All politics is local 现在拜登虽然在美中的关系上面 好像很努力的在琢磨 而且过去在八月份的时候 阿富汗的这个撤军事件 也让拜登总统在外交上面 有点吃了一些 有点让人失望 导致整个拜登政府 拜登的团队 本来想要在外交上面加分 来让美国民众感觉到民族情感 或者是整个国家的情绪有提升 看起来是失败的 现在必须利用一年的时间 赶快在其中选举之前 让美国的民众真的有感受到 拜登所提出来的这些政见 包括了基础建设的这些预算 真的能够过关 否则的话 民众无感 那在2022年的其中选举 恐怕民主党要吃掉不少的国会的席次 那一旦民主党失去国会的席次 失去了主动权 事实上拜登总统会不会提前跛脚 我觉得就非常大的挑战了 是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拜登总统他推出的基建和社会开支法案 那您认为现在民主党能够做些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法案就像您刚才说的 可能对拜登总统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成绩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 也是很容易可以让民众有感的这么一个法案 那您认为现在民主党人需要做些什么 民主党人可以做的事情 事实上拜登总统一开始的计划太大了 我们从数字来说 3.5兆美元确实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现在他虽然已经做出妥协 大概是腰斩一半到1.75兆 但是问题是对于拜登来说 对于拜登的这个民主党的团队来说 还是有不少的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他所在的地方可能并不是一个深蓝州的状况 他所在的这些选民对于这样的一个举债 对于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 可能还有不少的疑虑 换句话说拜登现在的民主党可以做的 或许是要更加的 可能要多妥协一些 想办法的让自己的党内都有一个 比较凝聚比较团结的意识 接下来才有可能在最后这一年 在其中选举之前 赶快的凝聚共识 打出真正让民众有感的政见 我觉得民主党现在非常需要民众 赶快拉抬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是的 王教授在追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杨金 他赢下了弗吉尼亚州长选举 那么他之前的一些政策的重点 包括想教材的选择 教育包括critical race theory 包括疫情后的重启 还有跨性别青少年卫生间的选择 你认为这些政策 对于全美范围的这些州来讲 对于中期选举来讲 有多重要 它会不会被推广到 这些议题会不会在全国的范围内 在中期选举的时候更广泛的被讨论 其实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美国的民主确实是走向了极化的现象 所谓的蓝红的对决 共和党和民主党是比较激化的对立 拜登总统虽然上台一直在讲说 他希望能够团结美国 可是现在看起来 他的政策并没有团结美国 当然共和党也抓紧了拜登的政策 进行一些公示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选举 2021年的选举就已经看到了 像您刚刚讲到的杨金的策略 其实是走得非常的右派 接下来我们会接下来在一年之内 为了要提升所谓的投票率 选民要有感受 选民要有情感上面的投入 你就必须要让他有激情 有激情可能就要走得更极端 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那也希望所有两边 所有的美国选民都能够更理智一点 好的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赵玉空先生 接下来面对2022年的中期选举 那么对于共和党人来讲 竞选的策略是什么 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 对于美国的选举 这个重量还有多大 首先我想补充一点 我的意见 我不赞同翁教授 说民主党需要做更多 我觉得民主党要少做 民主党要把政治的自由 经济的自由还给人民 就是说在这个里根总统早就说过 政府不是solution不是解决方案 政府是问题所在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 从共和党来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抓住这个 就是说这么一个很好的趋势 尤其就是从这个杨金这个竞选的策略 就是说来那个把我们的 就是整个共和党就是联合起来 就是说从这个川普的坚定的支持者 一直到这个中间的这个选民 都要联合起来 我们要提出的我们的施政干领 要关乎到我们的国际民生 关乎到美国的发展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要打爱国这个牌子 因为民主党是骂美国 把美国说的是一个种族 就是歧视的国家 是个坏的国家 这我觉得给共和党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我们是为作为美国人 是感到骄傲的 所以我觉得中期选举 我们可能会赢得大胜 温教授您对赵宇空先生的观点 有什么样的评价 确实就如同我刚刚说的 现在美国的政治民主政治 走向了一个比较两极化的双方互有批判 但是问题是如果走得比较极端 共和党现在采取的策略 我们希望的是在其中选举 至少不要走向就是像过去 比较稍微更极端的 可能是川普式的打访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共和党的选民 他可能会非常的激动的 遇到所有的民主党的政策 都会反对 可是民主党有一些政策 确实是可以讨论的 其实美国立国的精神 就是希望多元的意见 有办法交流 但是现在双方我们看得到的是 双方包括国会议员 也就互相不合作 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刚刚讲说要做得更多 所谓的做得更多 是要让人民有感 不是在钱的部分 要收得更多税 或者是要花更多的钱 而是民主党人必须要非常理解 到底他自己的选民 需要什么事情 做得更多 不一定是花钱 做得更多是要展现出 他的政策是有贴近民意的 其实符合刚刚 刚刚这个赵先生所说的 符合人民的需要 你如果人民需要的是减税 民主党就必须要妥协 必须要去思考 这是人民要的 我想这才是政党政治存在的目的 好的 那两位接下来我想说一下 波士顿的这个市长选举的结果 就是台湾裔的吴米 他是成为了波士顿历史 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 和亚裔的市长 那么我想再继续 请问温林中教授 就是吴米我们知道 这个波士顿 他是一个自由派的堡垒了 那他的观点 其实在自由派中 也是非常偏左的 这样的一个倾向 那么您认为 这会不会限制他之后 在联邦层级求职的发展 确实我们看到吴米的当选 会让很多的亚裔美国人 觉得亚裔的参政开始变多 开始受到更大的重视 可是我们回归 非常理性现实的数字来看 其实波士顿的市长选举 第一他的投票率并不高 而且波士顿的事实上整个 波士顿市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的选举 所以虽然他的象征意义是很大的 但是实际上 如果他想要更上一层楼 譬如说选联邦的 联邦等级的国会议员 坦白说他还有很大的挑战 当然他在波士顿 因为享有这个地利之变 享有这个媒体的光环 所以他可以认真的做事 就像前任的波士顿市长 Marty Walsh 现在就成了美国的劳工部部长一样 也许可以寻求这样的一个方式 继续从政 作为行政官员 如果他市政表现不错的话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到一点是 现在的亚裔族群参政的部分 是非常值得让亚裔美国人感到骄傲 或者是感到高兴的 毕竟我们过去传统来说 亚裔美国人都是比较谦虚 比较不愿意表达意见 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 可以跟赵先生同台 因为我觉得亚裔美国人 不论你是哪一个政党 Asian American是必须要发出声音的 吴敏代表的是一种力量 代表的是一种声音 不论他是任何派别 我觉得亚裔美国人 他必须要发声 那接下来赵宇空先生您的观点 我首先谢谢温教授刚才的鼓励 然后我觉得吴敏作为华人参政意证 这我为他高兴 也对他的竞选成功表示祝贺 但是与此同时我想指出 很多华人我们的参政 这些政治家为了随从政党的主张 很多就违背了我们本民族的 整个亚裔的利益 比如说吴敏他支持波斯顿考试中学 取消标准考试 这就损害了我们亚裔的利益 还有他支持黑命贵 这也给亚裔的社区安全带来很多的威胁 所以就是我希望我们亚裔参政意证 一定要跟我们就是说 跟美国的大方向 美国的利益 美国人民的利益 给我们亚裔的利益 保护我们合法的权益 而不要只是为了参政 而把我们的就是说利益 给相当于给损害了 所以这是我对他的一句忠告 是其实我采访过这个吴敏 我在波斯顿之前也采访过 那么当时我听到的意见 是很多人可能是支持 他在环保方面 或者说这个免费的交通 可负担的交通 医疗这方面的观点 那么当然赵宇空先生 您提出的这个观点 也是很多人是有所担忧的 这个方面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了 非常感谢翁吕中教授 和赵宇空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 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 和那个与女神灵的主持 主持非常精彩 感谢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